你天亮的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呢大师在开示中又一次的讲到 卡拉塔塔这个时间的原则 大师讲呢,作为我们是意识的化身 如果你认知到现实 那么你的认知的这个能力呢 就可以呢,去深刻的改变你的人生 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认知到 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或者是自我观 那么这个认知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意识 那么我们在身体离开肉体的时候 就会体验Mukta 就是不朽,就是开悟 但是如果我们认知到自己是这个身体 自己是物质呢 我们就会经历死亡这样 然后呢,这个认知的能力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认知到尼西亚南达大师 他是神明的化身 作为我们的孤辱上师 上师呢,是神明的一段陈述 神明呢,是上师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个现实呢 我们的人生将会免除太多的困扰和麻烦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不圆满的 包括恐惧和忧伤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想的最终极的神明 他是我们眼前的这个 我们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 那么我们就是作为他的徒弟呢 是最受保护 以及最直接与神对话的这些幸运的灵魂 那么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大师还强调呢 在现代的科学 我们有纯粹的科学和实践科学 比如说所有的地心引力 重力还有力的牛顿和爱因斯坦的 这些对物理的力学的揭示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呢 我们用它去比如说 实践 做这个比如说发明出电梯啊 或者是飞机啊这些 但是在印度教呢 这个理论科学大师讲就是 废陀经 实践科学就是阿格马 但是呢 他们两个不是像现代科学这样分开的 而是完全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的认知能力 你认知到强调力的认知的这一瞬间 你就可以显化超能力 也就是说呢 在印度教当中 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可以显化超能力 我们都是Paramashir的化身 它的源头呢 就是我们认知到强调力的认知的能力 一旦我们任何时候认知到一个强调力的认知 我们就可以立即显化超能力 这个就是大师所讲的 在印度教呢 其实你的实际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 纯粹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 其实是没有分开的 它是同时存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最后的 这个这句话呢 带到自己的人生当中 实践在自己的现实 每一次当你有一个认知的突破 有一个大的圆满发生的时候 你都会显化一个强大的超能力 如果你认知到时间 Color Tattoo的原则 那么你就可以掌控时间 改变时间和时间玩耍 这就是我们可以显化的强大的超能力 听起来难道不是非常的令人兴奋吗 也希望大家呢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每一天不要错过来收听大师的开示 来收听这些最强大的宇宙真理的揭示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听到灯